本年官人口外流严重 目前专官人口所带有70出头万 人口体现副行动的状况 不过在专官20行动当中 他未了向的行动最特别 人口行动比例很大 6月底的人口统计人数就突破4万人 总数是4万069人 从去年底到今年奥幕6月底来算是 每个月大概有150到200左右的人数迁入 然后大概有50人到100人左右迁出 经济未了护政事务所网站资料显示 民国91年到97年的人口所 大約3万3千人左右 但是由民国97年开始 一直到今年的6月 人口所每年大約1,500人来增加 未了行动严重利盘团 这跟公所一年便利将近1月口的社会合理预算有关 包括孙女生育保障 向民王姓送送金帖 向民以外陷 中阳经济离金 学生教育保障丁顶 还有我们转型所有中小学 中小学的营养有餐都免费 还有这种血统的收集会都免费 国中的交通会都免费 所以说这个部分主要原因 另外在民国99年开始 向民每年每人有7千200 台湘6金顿前无人费开金 也是跌跌几年来 博物料行政家台湾7千人口所 很大原因 尤其是台湘自99年 高清国人数件后 每年每一个人的房价 都可以新年7千200 今年因为人口增加迅速 而且集中立美风、美丁、九头丁川 为了要提高行政效率 公所重点研究 未来中完喻的15川 增加为18川 既舍返王观察方报导 Ciao